大家好,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一宗奇聞 網上流傳了一條影片 影片的長度大概是一分鐘 由一位抖音的網紅在影片平台上分享 之後再轉載到香港公屋的討論區群組 從這段影片可以看到 有一名據稱內地遊客男人 他在深水埗宇州街的街頭 向一名老婆婆支付20元港幣 要求去婆婆的公屋借宿 跟婆婆說 到時婆婆你收拾完公屋就搬上來居住 婆婆聽到後立即拒絕 就說 閘住,南昌村不可以收留你,你開玩笑嗎? 於是男人又再問不借宿的原因是什麼 婆婆解釋就說 房屋處公屋不可以收留人的 但是這個男人沒有放棄 繼續就說 我和你一齊住而已 我睡廳就行 要是你睡房 婆婆再次拒絕 就說 做什麼你搞我啊?不要搞! 這個男人又強調 沒有說搞你 我去那裡睡睡覺而已 我不想租酒店嘛 懶著阿婆再重申 不行啊,不方便啊 然後這個男人 就要求阿婆給他20元 就說 那你還20元給我吧 阿婆表示會還 但是這個男人還問 就說 我住一兩晚而已 阿婆再回應就說 不行的,兩晚都不行 懶影片來到這裡就結束了 兩個人的對話期間 旁邊相信是一些男人的朋友 就傳出一些笑聲 那這班人像是玩夠過阿婆 那一網民呢 看完條片之後都議論紛紛了 想有人就讚阿婆了 拒絕這些陌生人入屋 做法正確啊 就說阿婆做得好 有人就說 小心啊,引狼入室 就說這些人呢 真是瘋狂的 但是呢,都有網民認為呢 這個抖音片的情節太誇張了 質疑真喊,就說好假哦 沒什麼可能哦 翻查資料 這條影片呢 就在日前上載到抖音 標題就寫著 以為去他家住 就可以跟他親密接觸 怎知道這樣都被人拒絕 原因是我不夠英俊 這個抖音的片主是個老友事啊 而有網民認出 這個阿婆根本呢 就是這個深水埗的網絡紅人 經常有網紅找他拍片分享的 認為這次的影片呢 可能只是開玩笑 就說這個抖音的網紅呢 就是拍片 借阿婆過橋博流量 屌你老母這壇大壇壇啊 你好人好者不去酒店賓館那裏住 想上阿婆那裏睡? 我現在施疑你對阿婆呢 有這個非分之想 加上你的標題又說什麼親密接觸 雖然呢 我經常都說 人一世物一世 什麼都要試一下 阿婆你有沒有試過啊 但是你連阿婆你都對呢 你這個人是有點離譜啊 這件事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純粹看到很多人都分享啊 Facebook有多人說 所以都拿來講一下 我呢 對於這件事有一個看法的 就是對於這些呢 想屌阿婆的獵奇心態呢 我是予以這個強烈譴責的 實在太太離譜了 阿婆你都不放過 對阿婆有非分之想 看回運夜看得傻了 大家有沒有看過回運夜啊 回運夜就是那個阿婆呢 然後你剛好就叫了那隻雞過來嘛 他們就以為那阿婆是那隻雞 然後就吵了那阿婆 然後呢 吵了到阿王一飛 整條賓州吵了 你不要脹子大了 他完全是這個情節的節奏來的啊 這個網民 因為下次不是網民 這個網紅啊 這個抖音網紅啊 因為你下次分享一下 到底吵阿婆是什麼感覺的啊 我相信你吵完之後 大家都會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啊 其實那些阿婆還吵不吵得呢 會不會你搖他兩下去散勾了啊 所以這些那麼獵奇的東西 都是不要予我啦 但是如果有網友試過吵阿婆啊 或者可能被阿婆騎人爆你啊 你可以分享一下吧 阿婆騎不爆你啊 阿婆也關節痛啊 真的不能知道啊 歡迎網友啊 就留言分享 自己吵阿婆的經歷啦 那今集呢 分享差不多 做短一點啦 這些沒什麼說 照舊喜歡我節目呢 訂閱回頻道啦 那就是下次見啦 各位網友 拜拜